就在盛暖三人窝在山洞里烤山鸡的时候 另一边山路那里 一大群人正在挖堵在路上的沙石 有村民 更多的是穿着军装的士兵 盛庆阳两口子冒雨回到家 就发现家里空无一人 然后就看到了盛暖留在桌上的纸条 说去山里找盛飞了 盛暖说 如果有危险 他们就不下山了 躲在山里 让爸妈别担心 再然后 他们就得知山体滑坡的消息 两口子筋的腿都软了 可看到盛暖的纸条 心里又存了几分蹊计 然后就遇到了从外边回来的裴硕 听到盛庆阳两口子说 盛飞兄妹可能困在山里了 裴硕二话不说 就去了训练场 然后带了一队士兵 拿着各种工具直奔山路那边 有得知消息的村民也跟着去救人了 当然也有人担心有危险没敢靠近 远远看着 等到大雨停后许久 确认没什么危险了 越来越多的人才加入进去 开始清理路上的沙石 裴硕的面色十分难看 他默不作声 跟着旁边的人一起挖 神情一片紧绷 这一瞬 他心里居然涌出些慌望 他已经记不清楚 多少年没有过这样的情绪了 他怕正在挖着 会忽然从沙石泥土下看到什么人 只要一想到那个画面 裴硕就觉得 全身都在嘶嘶往外冒冷气 山洞里带着些甜香的烤鸡味道散开 刚刚还满眼抗拒的谢泽 跟盛飞一起抱着一大块鸡肉 啃得满嘴流油 这只山鸡真的很肥 被烤得滋滋往外冒油 然后又被蜂蜜糊住 香急了 很快 一只鸡就被吃得干干净净 盛飞抹着嘴看盛暖 妹妹 你要不再出去试试看 再捡一只鸡 这次要母鸡可以吗 盛暖气笑了 滚 片刻后 他拍拍屁股起来 走吧 看看山路那边怎么样了 万一别人来找我们 盛飞这才抹了嘴巴 把山洞里的火星 细细用沙土扑灭 掩埋 然后又弄了些湿泥盖住 这才拍拍手离开 三人伸一脚浅一脚往外走去 还没出山 就听到远处传来人声 还有人再喊他们 盛飞连忙冲出去 爸 妈 我和妹妹在这里 三人 依次从半山腰冲出去 就看到下方一大群人 正在那里挖道路上的山石 看到盛飞盛暖 还有谢泽三人 下面所有人都松了口气 爱人在就好 是啊 没事就好 大家就放心了 薛素婉则是插腰大声骂盛飞 你个兔崽子 脑子进水了是不是 下雨不知道快点回家 啊 嫌你小命长是不是 刚还面无人色的薛素婉 瞬间爆发出超强的战斗力 等回家我再跟你算账 盛暖 还有你 盛暖 他信心一开视线 然后就对上裴硕的眼神 盛暖顿时一愣 哪怕站在人群里 裴硕依旧十分扎眼 他静静看着盛暖 没有什么表情 眼神却是一片沉静幽深 下面有人接应 喊他们先下去 毕竟这条路 也不是一时半会儿就能挖通的 只要人没事 就不用着急了 谢泽小心翼翼挪到边缘 下边是几个士兵在接应 谢泽小心翼翼滑下 然后扑出去 就被那几个士兵齐齐接住 安稳落地 盛飞大叫 你们让开 不用管我 话音未落 他一个助跑 直接自己就跳了出去 同时一轴 把盛暖一起对了出去 盛飞你大爷 盛暖一句话没骂完 就被一个人稳稳接近怀里 眨了眨眼 就对上裴硕极为忧深的视线 他明显感觉到 按在他腰上的手收了收 似乎想把他报警 可下一瞬又是一松 裴硕直接把他放到地上 神情如常 没事吧 盛暖回过神来 哦 没事 谢谢裴连长 薛素婉冲过来 就要拽耳朵 你个臭丫头 明知道有危险还来 啊 你这是要翻天啊 你 盛暖连忙 捂住耳朵缩着脑袋 然后就被裴硕挡在身后 他们都受惊了 先回去再说吧 裴硕温声劝道 盛暖连忙巴巴点头 刚刚可危险了 我们差点就被埋下边了 别嘴可怜巴巴说 脚都崴了一下 可疼了 那怎么办 快来 让你爸背着你 盛暖连忙干笑 呵呵 现在好多了 好多了 随后盛家一家人 又是给村里人和部队那些士兵 不住道谢 半赏 终于回去家里 谢泽走在人群里 不着痕迹打量了裴硕几眼 若有所思 刚刚 他应该没看错吧 那位出了名的高冷严苛的裴连长 接住盛暖的时候 眼神明显很不对劲 则 盛家一家人回到家 薛素碗连忙烧热水 煮姜汤 成暖和盛飞用热水擦洗了换了衣服 走出来就看到桌上的姜汤 薛素碗说 去给裴连长他们送去 那几个战士 今天出了大力了 盛飞连忙端起托盘 我去给小猪他们送 让妹妹去给裴连长送 盛飞也一直有些怕裴硕 觉得裴硕高大威猛 还冷冰冰 一拳就能把他捶死那种 很吓人 盛暖硬了声 抱起自己的碗 咕嘟咕嘟喝了几口 然后端起给裴硕的姜汤 往院子里走去 敲门进去的时候 裴硕在抽烟 看到他 裴硕微顿 然后在烟灰缸里 奔灭烟头 盛暖笑嘻嘻端完走过去 裴连长 喝点姜汤 今天真的谢谢你了 打扰了你们的训练 不好意思啊 裴硕看了他一眼 不发一语 结果碗放到旁边 盛暖催促 快喝呀 姜汤要趁热喝 裴硕微顿 然后端起碗 仰头大口喝下去 咕嘟咕嘟 喉结上下滑动着 全身都透着浓浓的 荷尔蒙气息 盛暖忽然觉得 好像这种冷脸硬汗也不错 怪劲的 裴硕喝完后起身 要去院子里洗碗 盛暖连忙拦住他 把他推回去 不用了不用了 还有别的 我拿回去一起洗 说完 他从裴硕手里接过完转身 刚迈步 胳膊一紧 盛暖顿了顿 转身狐疑地看着 拉住他胳膊的裴硕 裴硕视线十分忧深 片刻后 沉身开口 我会尽快搬走 听到裴硕的话 盛暖愣了一瞬 啊 裴硕说 搬去大队部 盛暖顿了顿 试探着问 为什么要搬走 是觉得 在这里有什么不好的地方 裴硕诞生道 没有 是我自己的事 盛暖点点头 这样啊 我搬走 你不要再来 裴硕说 盛暖一愣 呼得抬头 就对上裴硕冰冷到极致的神情 他忽然冒出个念头 是你觉得住在我家 我打扰到你了吗 裴硕没说话 盛暖了然 行 我明白了 他笑了笑 这段时间谢谢你啊 帮了我挺多的 你放心 我不会去打扰你的 说完 他拿着碗转身离开 房门关闭 裴硕闭眼深吸了口气 他坐回桌旁椅子上 冷冷靠在那里 重新点了支烟 看着眼前虚空某处 他二十六 他十八 他们家人一腔热忱欢迎他入住 满心信任 他却对人家女儿起了心思 裴硕以前还在京城的时候 大把的漂亮姑娘 往他面前凑 还有别人介绍的 可他没有任何感觉 可这次 他自己清楚不一样了 他对一个十八岁的小姑娘 起了心思 堪称卑劣的心思 如果说之前 还只是隐隐约约的感觉 那么刚刚那一瞬 他一跃而下 被他接进怀里 他抱着他那一瞬 一切都变得十分清晰 他想紧紧抱着他 不松手 甚至还想做一些别的事情 而他 只是个刚刚十八岁的小姑娘 让他误会也好 至少以后离他远一点 因为他并不知道 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周末两天过得很快 周天下午 盛暖离开家 准备返校 裴硕还没搬走 他走出家门的时候 裴硕正坐在桌旁看资料 他负责的那个通信基站 好像挺重要的 至少他绝大多数心思 都在那个上面 背上裴硕隔窗看过来的视线 盛暖也没避开 大大方方客气点点头 然后走了出去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方式和选择 他也的确打扰过对方 所以 也不会因为别人的疏远而记恨 只是以后自己也注意保持距离就好 到了路边 他站在路口等班车 可没多久 身后 响起汽车轰鸣声 下一瞬 裴硕的车停到他旁边 车窗放下 裴硕神情平静 我去看二压 上车吧 盛暖顿了顿 然后点点头 谢谢你 他也没矫情 拉开车门上车 只是这次他没坐副驾驶 而是坐到了后座 其实坐朋友车坐后座有点不太好 可他觉得 这样应该更不会打扰对方 一路上车里都很沉默 没有人说话 等汽车进了县城 盛暖连忙开口 裴连长 你就在这里放我下来就好 三中和二压的学校 是两个相反的方向 可裴硕没说话 还是把车开到了三中门口 盛暖下车时 跟他客气道谢 他也没吭声 盛暖下车往学校门口走去 裴硕静静看了眼 然后发车一打方向盘 直接掉头往县城外驶去 这是最后一次 他告诉自己 他怎么样 好不好坐车 会不会晕车 跟他又有什么关系 他太过殷勤 如果被别人看出什么 影响的是他的名声 回去后 他就让人去问了 大队部那边的房间 那边住的人多 不过倒是可以调换房间 部队政委还有些奇怪 问他为什么要换 他随便找了的理由敷衍过去 跟对方说 他这周把资料收拾一下 然后再看什么时候搬 当初单独住一个房间 就是因为通信基站那边 需要的各种测绘工具 以及图纸文件什么的比较多 要收拾起来也需要时间 而且周那他不在家 也不必急于一时 直到周五 裴硕还是没搬走 因为他接到了一个电话 要他回去京城一趟 临时有要紧 任务给他 周六一大早 他就要出发 裴硕沉默坐在房间里收拾东西 然后就听到院门被推开 接着就是圣飞幸灾乐祸的声音 妈 妹妹回来了 哈哈 他一下车就吐得昏天黑地 说人家车上两条狗身上 是湿得受不了那个味 裴硕手上动作一顿 抬头从窗户看出去 就看到圣暖正在圣飞身后追着踹他 看起来还好 可明显脸色还是很苍白 他有些烦躁 怎么这么娇气 圣暖踹了圣飞一脚 才让他闭嘴 他这会儿已经好多了 车厢里那个土狗被淋湿的味道 真的太冲鼻了 他是真的扛不住那个味儿 直到坐下来后 吃了一个酸酸甜甜的野狸 圣暖才觉得自己终于缓过来了 薛素婉看了他一眼 别只顾着自己吃 给裴连掌拿两个 山上摘的果子也不值钱 给他尝尝 圣暖硬了声 一边啃着一边摸了两个 站起来后才想起来 裴朔不是要搬走吗 还没搬呢 不过也不好问 显得好像他盼人赶紧搬走似的 片刻后 他拿着野狸敲开裴朔的门 裴朔把背包拉链拉上 回头 眼神往他脸上扫了扫 比刚刚有血气了 看到裴朔在收拾行李 圣暖也没多嘴 笑着把野狸放到桌上 裴连掌 我妈摘的 味道不错 给你尝尝 裴朔滴滴恩了声 谢谢 不客气 圣暖转身就要出去 这时 身后裴朔忽然出声 我明天要离开几天 圣暖危症 然后回头说 哦 好的 祝你一路顺风 说完 他客气点点头 转身走了出去 裴朔打包好行李 看到桌上的野狸 顿了顿 走过去把两颗野狸 也塞进了包里 第二天天不亮 圣暖听到院门吱压一声 然后就知道 是裴朔离开了 他也没在意 翻了个身继续睡 又睡了两个小时 起床后 他做了早饭 然后拿了两个野狸 还有之前借的书 去了知青站 进了知青站 就看到几个知青 坐在桌子那里 看到圣暖 那几个人都有些争忠 尤其是正在制围巾的薛艳 薛艳托人买了毛线 想给谢泽制一条围巾 然后就看到走进来的圣暖 他拿着毛衣针的手 顿时一抖 咬唇齿勾勾看着 怎么几天不见 这个村姑好像又变好看了 他一个小村姑 这么白嫩漂亮 合理吗 好气 圣暖笑眯眯 跟门口的知青打了招呼 他脸红 起来认真开口 圣暖同志 不用客气 一板一眼的书呆子模样 有点可爱 出了知青站 圣暖背着贝罗往山上走去 准备看看 自家承包的那片山地 收拾得怎么样了 刚走出几步 就看到前面多了个人 谢泽笑眯眯站在那里 圣暖 你去哪里 圣暖瞥了他一眼 跟你有什么关系 谢泽一噎 要知道 他以前主动搭讪 从来都是无往不利 圣暖自顾自往前走 谢泽跟在他后边 你进山去吗 我们一起啊 圣暖头也不回 谢泽也不在意 继续笑眯眯跟着 刚走到河边 圣暖就看到圣倩迎面走来 看到谢泽 圣倩眼睛顿时一亮 可接着 他就看到了圣暖 自从那天 被圣暖再度戏弄 圣倩就已经意识到了 圣暖明白 他对谢泽的心意 根本是故意的 他没再去找圣暖 可这会儿看到圣暖 他才发现 一段时间不见 圣暖居然变化这么大 他扎了的低马尾 穿着简单的布衫 皮肤白皙 眼睛黑亮 看起来 十分好看 哪怕圣倩不想承认 却也不得不承认 圣暖真的很好看 比那些自诩城里人的 女之青都好看 而谢泽 现在跟在圣暖身边 圣倩咬唇迎上去 谢之青 那天 他想说 那天下大雨了 路上一个人都没有了 他站在那里 要是被别人看到 一定会说闲话 所以才不得不离开 他想解释 可刚开口 谢泽却看都没看他一眼 直接从他身边走过 追上圣暖 我帮你背着背搂吧 圣暖依旧没有回头 谢谢 不用 谢泽根本不在意他的态度 自然熟地跟上去 一边问圣暖 你说今天还能遇到山鸡吗 圣暖瞥了他一眼 你当我是山神啊 谢泽笑了 原来你不是吗 圣暖懒得搭理他 身后 盛千看着那两人的背影 尤其是看到 谢泽一改平日 对别人的客气疏离模样 笑眯眯 一直跟圣暖说话的样子 面色发白 两手死死握拳 为什么 为什么他会对圣暖另眼相待 就因为他变好看了吗 圣暖有什么好 圣暖有他喜欢他吗 他可以为他做任何事 他甚至鼓起所有勇气 跟他表明心意 他为什么不看看他呢 哎 你连看都不看我一眼 我还说 以后帮你介绍销售天麻的渠道呢 谢泽叹了口气 圣暖猛地一愣 刷得扭头 谁跟你说什么了 不应该啊 天麻种子还没培育成功 他也没跟任何人说过 谢泽怎么知道的 他知道 谢泽既然说出来肯定是有原因的 所以没有装傻 对面 谢泽笑眯眯 不用谁告诉我 你们家包的那片山地是沙土地 种什么都有限制 再加上你之前忽然去过几次白石村 据我所知 白石村那里有个老中医 似乎对天麻很感兴趣 我就猜了一下 看来猜对了 狡猾得跟狐狸一样 圣暖原本不想搭理谢泽 可现在听到他说到天麻生意 圣暖又觉得 嗯 也不是不可以敷衍一下 对上圣暖若有所思的神情 谢泽连忙抬手 你放心 我不会说出去的 而且 你上次救了我 如果你愿意 以后你中了天麻的话 我可以给你介绍萧路 谢泽说 我有个朋友 家里就是做药材生意的 圣暖有些怀疑 你想要什么 无力不起走 他不信这人会那么好心 谢泽笑了 被你猜到了 我其实就是 还想吃那个烤山鸡 简单吧 圣暖瞥了他一眼 然后说 跟上 谢泽笑了 立刻追上前几步 有些称怪地看着他 还说你不是山神 你就知道 你今天能抓到山鸡 圣暖挑眉 没办法 那是运气 谢泽若有所思 那我今天 可不可以吃一只 红色羽毛的母山鸡 圣暖里都没理 片刻后 山林里 圣暖拎着一只 红色羽毛的母山鸡 神情有些无语 他问客服 我这锦里体质 能不能更多地 用在别的地方 比如 十只山鸡 抵一只山深 客服呵呵笑 想得美游宿主 圣暖 你又飘了 客服立刻缩了回去 不再出声 旁边 谢泽看着那只 仿佛为他量身 打造的红色母山鸡 错恶之余 又觉得好笑不已 这就是缘分吗 就在这时 迎面一人走来 是圣飞 谢泽神情顿时一将 你怎么在这里 圣飞呵呵冷笑 我为什么不能在这里 谢泽 圣飞看着谢泽 满眼了然和鄙夷 想单独跟着他妹妹 想得美 圣飞对谢泽心生警惕 也是因此 他处理好山鸡 去找蜂蜜的时候 把谢泽拉着一起 走吧 我们去找蜂蜜 谢泽还想挣扎 我不会 圣飞冷笑 那你还不学着点 说完 不容分说 拉着谢泽走开 圣暖去看了下 被翻得差不多的那片山地 满意极了 回到山洞 他架起火堆 准备烤山鸡 没多久就听到 外边传来脚步声 圣飞和谢泽回来了 圣飞一边走一边 慢慢咧咧 等到他们进了山洞 圣暖抬头看去 然后就愣在那里 圣飞下河两边都肿了起来 像是嘴里塞了一大嘴的东西 圣暖有些傻眼 你这是怎么了 圣飞瞬间就炸了 都怪这个傻逼 见到蜂窝就捅 我特么跟他说 那是马蜂窝 都来不及 谢泽信信偏过头 难得没有还嘴 小声嗶嗶 我跟你说了 我不会 下一瞬 今天的笑声响起 圣暖扶着腰 哈哈大笑 差点笑出眼泪 圣飞气节 还笑 你还有没有良心了 圣暖摆手 抱歉 我也不想笑 可是实在忍不住 不好意思 哈哈不好意思 对面 看到少女笑得 见牙不见眼的样子 谢泽莫名觉得 心情愉悦起来 第二天 圣暖从客服那里知道 马子荣那边 有了很大进展 但是钱不够用了 虽说那些东西 不值什么大钱 却也是要花钱的 圣暖就想拉着圣飞 一起去一趟 不知道是不是之前 两次去 都是蹭了陪硕的车 现在一想到 要一个人走到那条路上 他还觉得有点不安心 果然啊 人都是由减入奢益 由奢入减难 听到圣暖让他一起出门 圣飞毫不犹豫就拒绝了 他含糊不轻 指着自己肿胀了两圈的下巴 你看看窝 我哈能见银吗 窝不去 不去 这时 院门处忽然响起一道声音 要不我跟你去吧 圣暖回头 就看到谢泽站在他家院门外 顿时诧异 你干嘛 谢泽干咳一声 我找人要了点药 应该有用 来给你哥个试试 看到圣飞肿胀的脸 谢泽强忍着笑意 他知道他要是敢笑一声圣飞 就敢跟他拼命 学你有狼心 圣飞含混着骂骂咧咧 从谢泽手里接过药膏 然后又一挥手 你害我被折成这样 你陪我妹妹去 圣飞满眼都是 便宜你了 谢泽笑咪咪 好啊 没问题 圣暖看了眼谢泽 又一想到他的天麻消露 随即点点头 行吧 两人往村外走去 听到圣暖说要去白石村 谢泽提议 知青站有辆自行车 我载你去吧 能快一点 圣暖顿时眼睛一亮 能借到两辆吗 我也会骑 谢泽 失算了 片刻后 两人一人一辆自行车 一起骑着 往白石村赶去 虽然没有骑车快 可相比较走路 已经快了很多 他们到了白石村 圣暖去了马子荣家 看了他的进展 又给他留了一百块钱 然后才跟谢泽往回 谢泽有些狐疑 你给他那么多钱 不担心他失败了 或者成功后反悔 圣暖看了他一眼 风险与机遇并存 谢泽一愣 然后就笑开 说得真好 没错 风险与机遇并存 就在两人快出村的时候 迎面走来几个人 其中一个 恰好是圣倩 因为表哥马来被娶媳妇 圣倩和家人来救救家 吃完饭 和村子里几个同龄人 站在路口说话 却没想到 居然会看到圣满和谢泽 远远看到谢泽笑眯眯 对圣满说话的样子 圣倩面色顿时就有些难看 等当那两人走近 他勉强笑着招呼 满暖 谢之清 好巧啊 圣暖看了眼圣倩身边的几人 视线从挂着眼袋眼里 满是红血丝的马来被身上扫过 然后就看到了另一个 留着平头的年轻男人 客服提醒 宿主 是原剧情中原主的丈夫周放 那个家暴男 圣倩这都是些什么发小 果然是人以群分吗 暖暖 你和谢之清是来做什么 圣倩问 圣暖笑了笑 没什么 学骑自行车就骑到这来了 圣倩神情僵硬 是谢之清教你骑自行车吗 圣暖笑 是啊 然后就看到圣倩的笑容 几乎要维持不下去 就在这时 马来被忽然出声 圣暖妹子 还认识我不 圣暖挑眉 嗯 你是堂姐表哥吗 我认识 马来被笑得阴气沉沉 问你个事 听说前一阵子 你跟一个当兵的 来把老马家那个傻丫头接走了 那天 你看着什么没有 圣暖有些不解 看到什么 马来被冷嗖嗖看着他 然后忽然笑了 没什么 我就随便问问 圣暖皱眉有些狐疑 跟圣倩挥挥手 则骑上自行车不紧不慢离开 身后 圣倩看着那两人的背影 沉默握全 倩倩 那个是你堂妹吗 周放忽然开口 有些不好意思 跟小时候一点也不像了 圣倩心情不好 淡淡恩了声 周放又问 说婆家了没 圣倩抬眼 问这个做什么 周放脸有点红 我家里最近想给我相看 我觉得 你堂妹 还挺不错的 圣倩面色更加难看了 就在这时 旁边的马来被忽然笑呵呵开口 是挺不错 要是圣暖嫁给阿放 相照应也不错 圣倩威正 随即眼睛就亮了 可下一瞬 她又摇头 估计不行 我堂妹眼光高招呢 马来被呵呵笑 这有什么 不试试 怎么知道呢 圣倩抬眼 怎么试 马来被看了眼周放 然后对圣倩咧嘴 你别管 等到下次啥时候 你堂妹来咱们村的时候 你跟着一起 来跟我们说声 咱们去找她聊聊天什么的 圣倩敏唇 顿了顿 缓缓点头 好呀 她想 要是能让圣暖嫁给周放就好了 野草 满是红血丝的眼底 冷层层的近视狠义 除了她爸妈 没人知道 她为什么会忽然着急结婚 她被踢伤了 那天她想玩那个傻子 却被人套麻带打了 那人一脚踢到她小父 她的命根子被踢伤了 她试了好多次都起不来 后来还是偷吃了 大队不给马的春药 那要吃下去 她才勉强能当的男人 父母怕她留不下香火 催促她赶紧成亲 可一时半会儿 哪能找到合适的对象 再加上她吃了春药后 和村头那个寡妇搞了两回 把那寡妇弄舒坦了 索性就娶了那个寡妇回来 先给家里留下香火再说 马来贝这些天 一直在吃那个春药 吃了才能跟寡妇老婆办事 那要吃了她就犯恶心 总觉得头疼 可不吃又不行 那寡妇浪得狠 馋她馋得紧 马来贝以前总想搞女人 可现在她想到 要搞女人就觉得头疼 关键是 那要的效果 都没之前那么有用了 马来贝心里恨 她见过那个当兵的 一定就是那个当兵的 而那个盛暖那天 是跟当兵的 一起去老马家的 说她不知道 怎么可能 那个臭婊子 一定知道怎么回事 既然回去路上 周放有些没信心 问马来贝 你说 那盛暖能看上我不 马来贝冷笑 看不看上的 你先给她办了 她就是看不上也没用 知道不 周放一惊 连忙摆手 那不行 我不敢 恼火 怕什么 马来贝呵呵笑 你把她弄了 她要脸不敢跟人说 就只能跟你了 懂 周放有些惊恐 马来贝呵呵凑过去蛊惑 你想想那个臭丫头 那一身白皮子 那脸蛋那身断 你不想弄 周放有些紧张地 看了眼马来贝 不发抑郁 匆匆走开 马来贝胚得吐出野草 闹肿 周天下午 圣暖照常去了学校 等到了周四晚上 客服忽然告诉她 天马种子成功了 圣暖一个机灵清醒过来 高兴得差点睡不着觉 第二天放学 她匆匆坐车回村子 可走到半路 就被班车 晃得连高兴都顾不上了 下了车就扶着树土 不远处 圣飞一边啃离 一边跟谢泽打打笑 我没说错吧 她上礼拜也是这样 下车就嗷嗷吐 矫情的 谢泽有些哭笑不得 圣暖明显是真的很难受 这个做哥哥的 却嫌弃地躲得老远 还幸灾乐祸 没事吧 谢泽走过去 圣暖冲她白白手 圣飞也凑过来 剑嗖嗖拿着另一颗离 要不要吃 圣暖伸手 圣飞却搜地缩回去 叫哥 圣暖有气无力 你欠不欠啊你 圣飞嘚瑟地 把离抛来抛去 我就是不给你 就是不给你 就是不给你 话音未落 旁边伸出一只手 舒然把离抓走 然后圣飞就看到 谢泽抢过离递给圣暖 吃吧 圣暖接过离 冲圣飞晃了晃 咔嚓一口咬下去 圣飞气急败坏骂谢泽 叛徒 以后别想再跟我混 谢泽有些为难看向圣暖 怎么办 你哥以后不带我玩了 你带我呗 圣暖微顿 然后把咬了一口的离地回去 那要不 还是还给你吧 谢泽顿时将住 旁边圣飞大笑拍腿 哈哈 活该啊你 圣暖笑咪咪收回手 又是咔嚓一口 谢泽好气又好笑 三人一起往回走 不远处 圣倩躲在树后边 远远看着那一幕 死死握拳 第二天上午 圣暖准备出发去白石村 圣飞跟着父母 去那片山地干活翻地 和扎借石什么的 十分自来熟地凑上来 要跟他一起 两人骑车出了村子 没多久 圣倩就追上来了 圣倩也借了辆自行车 他还骑得不熟练 不过依旧咬牙坚持 歪歪扭扭地跟了上去 到了白石村 圣暖刚进马子荣家门 就听到马子荣开怀大笑的声音 我就知道我能行 我就知道 哈哈 我老马果然能行 看到圣暖 老马高兴地迎上来 圣丫头 成了 我跟你说 成了 一边说着 他又连忙把门关上 然后认真跟圣暖说 这批种子还要再养几天 你下礼拜来 全都拉走 都是你的 我老马说话算话 圣暖笑了 那就谢谢老马说了 老马大手一挥 要不是你给那么多钱 也没这么快 我老马不知道 还要熬多久 你放心 我们当初的君子之约算数 我老马绝不反悔 圣暖点头 好 我只独占一年 到了明年 你的种子要怎么处置 你说了算 老马笑着点头 好 旁边 看着一老一少 像是忘年交一样 说着君子之约 谢泽懒洋洋靠在那里 眼角带笑 心里却有些恍然 有的人 山盟海誓 转眼就能变成 嘴脸丑恶薄情寡义 有的人 轻飘飘一句话 却重于千金 这个世上的人 好像也不全是那么丑陋恶心 离开老马家 圣暖心情十分美妙 哼着小曲 红伞伞啊 白干干吃完一起躺板板 躺板板睡关关 然后一起埋山山 谢泽有些哭笑不得 你唱的什么歌 圣暖了呵呵 好听吧 谢泽点头 好听好听 克福 就在这时 前边忽然出现几个人 又是圣倩和马来辈 圣倩看到圣暖 笑呵呵招呼 暖暖 又碰上了 真巧啊 时间还早 没事一起打牌去呗 我表哥家弄了很多 也梅子很好吃 一起去尝尝 圣暖正想拒绝 克福忽然出声 宿主 他们想设计害你 圣暖顿时一震 设计 克福恩了声 马来辈弄了蒙汗药 打算让圣倩骗你喝下去 他给周放准备了烈性春药 想设计让你尸身给周放 圣暖心里瞬间涌出阴寒利器 谢泽正以为 圣暖不会理会 结果 却听到圣暖笑了 好啊 那一起做话 圣倩顿时笑了 走吧 然后 又招呼谢泽 谢知青一起吧 一起玩玩 也耽误不了多久 谢泽在正好 待会儿想办法把谢泽支出去 然后等他回来 恰好撞到圣暖 跟周放在炕上的情形 他就不信 谢泽还能看上圣暖 上礼拜 马来被暗粗粗说了 那个打算后 圣倩原本还有些犹豫和害怕 担心把事情搞大了 可当他看到谢泽 对圣暖无比殷勤的样子后 就忍不住了 他极度地要发疯 再加上十里八村的 出了这档子事 要么是吃了哑巴亏 要么就是 女方嫁给男方完事 毕竟这年代 大家把脸面看得比什么都要紧 所以 圣倩就决定豁出去了 谁让圣暖不顾情面 那也别怪他兴奋 很快 圣暖和谢泽 跟着圣倩他们 到了马来被家 马来被父母不在家 媳妇也被织出去了 屋子里摆了一堆也梅子 招呼圣暖和谢泽坐下 然后马来被去拿扑克 圣倩则是去倒水 把那包粉末 倒进一个碗里的时候 圣倩的手有些抖 可他还是咬牙倒进去了 周放家就一根毒苗 家里条件也还好 说不定成暖以后 还要感谢他呢 要怪就怪圣暖他自己 非要扒着谢泽 先喝口水 圣倩把碗放到圣暖和谢泽面前 为了掩饰 他给自己和马来被也倒了水 马来被拿了扑克过来 圣暖忽然想起什么 扭头跟谢泽说 刚忘了件事 麻烦你去跟马大夫 说我脚踝还是有点疼 咱们下周再来一次 跟他说好时间 我跟倩姐在说话话 谢泽危症 眼底闪过一色 随机不着痕迹笑问 那我说完就过来找你 圣暖点头 好 谢泽起身 圣倩眼睛顿时亮了 他都不用找借口 只走谢泽了 我送你吧 圣倩不肯放过 跟谢泽单独相处的机会 也是为了再寻个由头 让谢泽帮忙 把他多支开一会儿 等到谢泽再回来 等他的将会是一场好戏 那两人出去 屋子里只剩下圣暖和马来被 马来被笑着直勾勾 看着圣暖 别光坐着 喝水啊 圣暖有些不好意思 我刚瞧那梅子挺好的 表哥 你能不能给我洗几个尝尝 马来被危症 然后笑呵呵点头 行 他迅速出去 拿了几个梅子 沾了下水就进来 然后就看到圣暖捧着碗 正在喝水 马来被眼底 顿时涌出兴奋的亮光 很快圣倩进来 他们三个开始打牌 打了一局 圣倩端起水喝了两口 然后继续 圣暖忽然扶着额头 不玩了不玩了 我好像有点困了 圣倩和马来被对视一眼 马来被站起来笑呵呵 困了怕啥 让倩倩陪着你先话 我出去看看谢知青回来没 圣暖不好意思点点头 行 我趴桌上一会儿 说完 他就一副困倦极了的样子 趴到桌上不动了 对面 圣倩眼里满是亮光 暖暖 圣倩试探着叫 没有反应 他又推了一下 圣暖 依旧没有反应 圣倩眼底透出冰冷的快意 从小到大 圣暖都是他的根屁虫 对他言听计从 没道理 现在就比他出落得惹眼招人了 千不该万不该 圣暖不该和他抢谢泽 谢泽是他这辈子 一定要嫁的男人 哪怕不择手段 表哥去找周放了 应该很快就回来 他也有点困 躺着等会儿 圣倩走到旁边 炕上躺下来 片刻后 趴在桌上的圣暖 缓缓睁开眼睛 他站起来 看了眼圣倩 唇角勾起冰冷的弧度 拉过被子 把圣倩盖住 随即转身出去 为了方便行事 现在马来贝家没有一个人 圣暖骑上自行车 直接去村口 远远就看到 谢泽等在那里 还挺聪明吗 他停到谢泽旁边 走吧 谢泽往后边看了眼 处理完了 差不多吧 之后就看天了 圣暖混不介意 要是马来贝 他们自己 还有人性会收手 圣倩自然可以躲过一劫 要是他们铁了心作恶 那就自食其果 谢泽笑着跟上他 一边骑车 一边有些好奇 他们究竟在做什么 圣暖冷吃 说不定过几天你就知道了 见他不说 谢泽也没再问 两人一路往回 而同一时间 后边的白石村 轴放摸进马来贝家 心跳如雷 他脑袋嗡嗡直响 其实他本来是有点紧张的 只要能得了圣暖的身子就能娶他 周放就满心热血澎湃 他看不到自己的样子 所以不知道自己现在的模样 完全不像个人 进了马来贝房间 就看到床上的人 周放静止走过去 马来贝守在屋子外边 眼底满是恶毒笑意 他的是那个小婊子绝对知道 还帮那个当兵的瞒着他 小婊子就是活该 多怪那个当兵的 和那个小婊子 总有一天 他要让他们付出代价 再拖下去 家里人就要回来了 马来贝催了口 自己朝屋子里走去 用冰冷的茶水 给自己灌了一小包药 然后掀开帘子进去 小婊子 你也有今天 倩倩 怎么是倩倩 马来贝整个人都傻眼了 旁边周放也猛了 然后睁大眼失声惊叫 圣倩 周放不敢置信 是不是你们表兄妹 联合起来骗我 我可不想娶你表妹 你们是不是故意讹人 马来贝也怒了 放你妈的狗屁 圣倩正梦到自己 跟谢泽在一起 还在做羞羞的事情 忽然谢泽不见了 他缓缓睁开眼 然后就看到了神情 震惊茫然的 马来贝和周放 他慢慢低头 看向自己的身体 下一瞬 骤然一声淒厉地尖叫 半晌过去 马来贝屋子里 圣倩裹着衣服 面色煞白哭的 已经没力气了 他舅妈抱着他不住 重复着车咕噜话 可不敢哭 可不敢哭了 倩倩啊 再哭下去 让人知道了 你可没法做人了 圣倩整个人 都像失魂了一样 外边 马来贝正跟他老婆指天发誓 我怎么可能做那事 那是我妹子 都是周放干的 我脱衣服 我特么以为那是 臭婆娘 你给我闭嘴 我没碰我妹子 你他妈臭婊子 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 里面 圣倩全身哆嗦着 又哭叫起来 周放还坐在屋子里抱着头 他那药件还没完全过去 可现在什么心思都没有了 马来贝的母亲周云 指着周放骂他 出声东西 你说 这是怎么办 你等着坐牢吧你 周放不干了 我坐牢 凭什么 是马来贝旷我 给我喝药 把我叫过来 是圣倩他自己下的蒙汗药 他却自己躺在炕上 我找谁说理去 圣倩颤抖着哭骂 畜生 你滚 畜生 周放小声咒骂 我是畜生 你还是婊子呢 圣倩尖叫起来 滚 你滚 滚啊 畜生 滚出去 另一边 圣暖从客服那里 知道了白石村的事 他没有任何波澜 哼着小曲晾衣服 准备等傍晚家里人回来了 跟家人说说中天麻的事情 就在这时 院门被推开 圣暖下意识抬头 就看到裴硕大步走进来 看到他 裴硕脚步微顿 圣暖笑嘻嘻打招呼 裴连长 忙完了 裴硕悠悠看着他 沉沉嗡了声 然后走回他住的房间 圣暖也没在意 继续哼着小曲晾衣服 圣飞回到家的时候 拎了两只山鸡 十分嘚瑟地跟圣暖炫耀 他的网子已经下了一个星期 天天去看 终于网到两只鸡 圣暖都没忍心戳穿他 晚上顿鸡的时候 很不安 倒是圣飞满眼亮光 认真听着 等到圣暖说完 圣飞第一个出声附和 试试总没关系吧 那地的承包费也不贵 咱们第一年就当试试了 我觉得妹妹说的有道理 万一成了 那就发了 在兄妹两人的轮番说服下 圣庆阳两口子同意了试试 圣暖顿时松了口气 圣飞在一旁咋舌 人要是都不敢尝试 哪来的机会呢 一辈子土里 刨石吃不饱饿不死的 活个什么劲呢 薛素婉的手伸了过去 一把拽住他耳朵 你这八字还没一撇呢 就瞧不起农民了 就该把你拉出去游街 好好教育教育 圣飞连声求饶 我没看不起 我自己就是农民 怎么会看不起 我就是感慨一下 感慨您懂吗 不懂了吧 啊 要拽掉了 圣暖在旁边幸灾了祸 等到鸡汤炖好了 薛素婉又让圣飞和圣暖 给院子里的士兵送 他们发现了 给鸡肉那些士兵是不要的 但是给鸡汤还勉强会接受 有点憨 他们好像就不想 占老百姓任何便宜 哪怕老百姓心甘情愿 成暖端了碗鸡汤 去敲裴硕的门 心里想着 反正人也快搬走了 殷勤就殷勤吧 都是为了礼貌 裴硕的声音响起 很低沉 静 成暖进去 随即一愣 裴硕坐在桌前 正在一只手包扎胳膊上的伤口 能看出他动作很熟人 可一只手包扎 总归不太方便 成暖放下鸡汤 我帮你吧 裴硕动作微顿 盛暖笑了笑 放心吧 就一个小忙 我也不会因为这个 让你还人亲以后 打扰你什么的 裴硕没说话 盛暖走过去 拉过小板凳 坐到他旁边 开始亲手亲脚帮他处理 看到伤口的时候 他愣了一瞬 是枪伤 不过 看起来是擦过的伤口 虽然有点深倒 也幸好没被子弹打进去 伤口上的药也没上好 他拿过旁边的药瓶 看了眼说明 然后把药粉倒上去 搁上纱布 又轻又快开始包扎 盛暖低头认真包扎 裴硕坐在那里 垂眼看着他 目光沉沉 眼底有幽暗光芒汹涌着 想要翻涌而出 包扎好 盛暖止了止鸡汤 喝点吧 有助于伤口恢复 说完 他转身就要出去 刚迈步 胳膊猛的一紧 盛暖回头醋眉 怎么 裴硕静静看着他 语调低沉 我要搬走 不是因为觉得 你打扰到我了 嗯 盛暖有些莫名 为什么忽然说这个 下一瞬 身上一清 他猝不及防 就被抱起来放到桌上 不等他反应过来 高大挺拔的身形 将他笼罩 裴硕眼底有点风劲 捏着那小巧的下巴 低头就稳了上去 盛暖瞬间猛逼 他感觉自己像是 被一头大型野兽给狩猎了 周身全都是那股 十分具有侵略性的 荷尔猛气息 回过神来 他猛地发力 相对比裴硕的力量 他那点力气 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可他还是轻而易举 就把他推开了 裴硕退开 静静看着他 呼吸有些乱 盛暖也看着他 还有些猛逼 然后就听到裴硕哑声说 现在知道了吗 他说 这就是我不搬走的后果 裴硕看着他 你不打耳光吗 盛暖眨了眨眼 我有些猛 裴硕抿唇了顿 低声说 其实我也是 沉默片刻 裴硕低声开口 我以前执行任务时 从不怕死 可这次我怕了 他说 我怕我再见不到你 我还没亲过你 总觉得这辈子有遗憾 他看着盛暖 平静说道 现在没有了 盛暖眨了眨眼 裴硕问 你不喊人吗 盛暖问他 喊什么 裴硕说 喊抓流氓 沉默片刻 盛暖有些好奇 如果我喊了呢 裴硕说 我认 这是事实 两人陷入短暂的沉默 下一瞬 盛暖伸手推开他 纱布渗血了 这次自己包 房门重新关上 屋子里 裴硕逐渐回过神来 神情是少有的证然 他已经做好了准备 做好了被那个小丫头 骂流氓打耳光 然后付出所有代价的准备 可他 却什么都没说 所以 他到底是什么意思 裴硕怕得打开打火机 点了根烟 淡淡撇了眼手臂上 有些渗血的纱布 深深吸了口烟 感觉到胸口里那团凌乱 又烦躁的火气 他忽然短促地笑了声 活了26年 无法无天的26年 他却被一个小丫头骗子 轻而易举 钻到手心 就像卑微等待宣判的囚徒 这天晚上 快半夜的时候 客服告诉盛暖盛倩 被接回家了 盛倩借了村里 一个人的自行车 这个年代 自行车是大件 下午还没还 人家就找上了家门 盛倩的母亲 马芳气呼呼跑回娘家 去找女儿 结果才知道 天塌了 周放吃了马来被给的药 根本就不知道轻重 盛倩已经走不了路了 见到他妈 哭得撕心裂肺 眼睛都肿了 马芳也心神大乱 勉强冷静着 等到夜深人静了 才找了辆板车 在娘家凶嫂的帮助下 把女儿拉回家 去还自行车时 他跟人说盛倩骑车摔到了 然后就匆匆回家 客服还问盛暖 要不要看看盛倩家状况的 实时转播 盛暖拒绝了 他对盛倩 只是以其人之道 还治其人之身 也正好帮原主报了仇 至于盛倩在家 是怎么哭天腔地哭叫咒骂的 他没兴趣关上 就看盛倩家打算怎么处置吧 必要的时候 他也不介意家把火 毕竟 周放还在那里蹦的呢 这两个人 一个都不能少 躺到床上 盛暖却有点睡不着觉 眼前不断出现 裴硕那张极具轻悦性的面孔 他以前一直喜欢的是 小鲜肉风格 可想到裴硕看着他 一字一顿说话时的样子 却莫名觉得 还挺有感觉的 他跟客服唠嗑 你觉得裴硕怎么样啊 下一瞬 客服声音响起 裴硕 男 26岁 身高188 体重78千克 O型血 腹肌8块 尺寸 盛暖差点呛住 停 停停停 第二天下午 盛暖照常出门 准备去学校 到了路口正在等车 就看到 那辆军用越野 从村子里开出来 拐上路停到他旁边 裴硕也没说话 静静看着他 盛暖淡淡挑眉 随即拉开车门上车 裴硕看了他一眼 发车往前 等汽车 驶过一片零间小路的时候 裴硕踩了刹车停下来 盛暖扭头 就对上裴硕格外沉静的眼神 他一改往日的冰冷 语调是少有的温和 似乎趴下到盛暖 你是什么意思 盛暖眨了眨眼 你呢 裴硕看着他 我是认真的 我以前没喜欢过别的女人 我也知道 我年纪比你大 如果你愿意跟我 以后 我把你捧在手心 盛暖有些好奇 那如果我不愿意呢 裴硕看着身边 这娇嫩的一小只 语调平静 那我就想想办法 努力让你愿意 盛暖叔弟笑了 他说 那就试着处处呗 裴硕看了他几秒 然后问 不再好好考虑考虑 他说 我现在好说话 可要是 你答应了跟我出 以后要再想随随便便后悔 恐怕就没这么容易了 盛暖叔弟笑了 他看着裴硕择了声 考虑好了 我就还挺喜欢 你这个劲儿的 裴硕顿了顿 然后忽然栖身而上 按着人就亲了上去 软软的一小只 整个被他的气息笼罩 他觉得自己 已经足够克制和小心 可等到终于舍得放开时 就看到他的嘴唇 一片湿润泛红 眼底闪过暗色 裴硕抬手用拇指 一点点擦拭掉 他唇边水迹 随即扶上方向盘 一脚油门 这一瞬他才意识到 他以前自诩强大的自制力 究竟脆弱到何种地步 裴硕把车停到了学校门口 伸手就握住了 胜暖一只手 捏了捏柔软的手心 裴硕说 好好学习 周五来接你 胜暖笑 好 然后就见裴硕 从后座拿起一个袋子递过来 什么东西 盛暖打开 就看到是几个牛肉罐头 还有巧克力 裴硕说 多吃点 太瘦了 这就开启头位模式了呀 胜暖勾唇坏笑 稍微靠近一点小声说 其实一点也不瘦 下次让你摸摸 裴硕猛的一愣 然后就见那一小只坏笑着 打开车门下车 头也不会走进学校里 下一瞬 裴硕书弟笑了 他点了根烟坐在驾驶座 猛吸了一口 择了声 小妖精 离开三中 裴硕去看了二压 二压在那个特殊学校过得很好 脸蛋都圆润了一圈 裴硕去的时候 就看到上次接待他们的那个独臂男老师 于牧正坐在二压旁边 指导他裁衣服 二压神情认真专注 于牧低声指导他 眼神十分柔和 裴硕走的时候 跟于牧单独见了一面 他静静看着于牧 你有没有什么要跟我说的 于牧顿了顿 敏唇出声 我喜欢二压 他认真说 是真心喜欢的 我愿意以后一直照顾他 裴硕说 二压心智不全 你能一直对他好吗 于牧笑了 我还肢体不全呢 是我高攀他 如果二压愿意跟我在一起 以后他就是我的命 裴硕点点头 这件事二压自己决定 还有 在你们公开关系前 你不准动他一根手指 于牧毫不迟疑 我不是禽兽 裴硕莫名有一瞬间的僵致 随即点点头转身离开 发车离开的时候 他在想 他是禽兽吗 十几岁的时候 他是院子里的混世魔王 院子里的书白跟他爸说 他是不进部队 就要进监狱 后来他进了部队 一路到今天 下一瞬 眼前出现盛暖坏笑着靠近说 改天让他摸摸的话 裴硕闷声笑了 禽兽就禽兽吧 谁让他遇到了个勾人的妖精 周五 盛暖走出学校 就看到裴硕的车停在路对面 十分显眼 他笑着迎上去 拉开车门直接上车 裴连长 想我没 盛暖笑嘻嘻 裴硕意味深长看了他一眼 没有说话 盛暖择了声 这么内敛啊 没多久 等车子开到那片临间小路 裴硕一脚踩下刹车 解开安全带 转身就轻了上去 半嗓才松开 他气息微重 低声说 你觉得我想不想 盛暖笑着勾住他脖子 看来挺想的 周六上午 盛暖喊了盛飞 一起坐裴硕的车去白石村 盛飞有些不敢置信 找裴连长拉东西 他能愿意 盛暖挑眉 很愿意啊 你不要对人盛连长有偏见 人家挺好的呢 盛飞满心无语 你就吹吧你 等到了大队部 看到盛暖直接上了车 盛飞才不敢置信地意识到 这位盛连长 果然是好人 居然真的帮他们拉东西 从马子荣家拉回了天马种子 山上那片沙土地 也已经收拾好了 铺了厚厚一层枯叶 当天下午 盛暖和家人就开始种天马 到了下午训练结束后 裴硕和住在盛家的那几个士兵也来了 帮着他们一起 盛暖则是回家去准备吃的 回去路上他顺带捡了两只肥鸡 回去后干脆做了大盘鸡拌面 之前在黑市买了些面粉 家里一直不舍地放开吃 全给盛成面条了 等到晚上所有人回家 就闻到满院子都是鸡肉香气 先是训练又是干活 薛素婉硬把那几个士兵拽到了屋子里 每人一大碗大盘鸡拌面 几个士兵也不再推辞 闷头大口稀溜稀溜吃 裴硕在屋子里洗漱 薛素婉打了一大盘 让圣暖送去 圣暖敲门进去 就看到裴硕刚换好衣服 头发还满湿水汽 他把盘子碗放在桌上 怎么不出去吃饭 话音未落 就被裴硕一把拉进怀里 圣暖笑了 裴连长 真狡猾呀 故意等我来送饭呢 是不是 话音未落 整个人就被裴硕按在怀里 然后他就带着满身潮湿水汽 低头亲吻过来 哑声说 我想先吃你 圣暖被裴硕整个圈在怀里 再度被浓浓的荷尔蒙气息笼罩 想起什么 圣暖眨眨眼 抵在他胸口的手 顺着微凉的肌里微微下矣 裴硕动作漠然一将 气息微重 别胡来 圣暖小声笑道 我摸摸你 是不是真的有八块腹肌 嗯 话音未落 他就被一把抱起放到桌上 裴硕低头胸很亲吻过来 瞬间吞噬了他所有气息 第二天是周天 地里添麻还没中完 家人都在地里忙 圣暖则是被裴硕送去学校 在家的时候 就成了两人难得放松的清静时间 裴硕按着人亲了许久才放开 气息微喘 看了眼被自己 亲得满眼水光的少女 忍不住低头又亲了下才放开 然后才重新发车往学校驶去 等到周二的时候 圣暖从客服那里知道 家里的天麻已经尽数播种完 然后就是一边看顾着 一边等收成了 不过收成还早 圣家种天麻的时候 村子里不少人来问 圣庆阳本来就是老师人 被人问也不藏私 就说是种天麻 还说家里还剩点种子 有没有人想要种 结果大家都嗤之以鼻 还觉得圣庆阳 是心眼多想卖他的种子 毕竟 还没听过能这么大面积 直接种天麻的 只有一户人家 抱着试试看的心情 试着种了一些 圣庆阳按照马子荣 之前说的价格卖了种子 还认认真真按马子荣指导他的 教对方怎么种植 一切都很顺利 要说对天麻地的重视 还是圣非最伤心 圣暖每个周末回到家 只要圣非不在 必定都是去山里了 天麻种下的第四个星期 周六一大早起来 家里就没有一个人了 盛暖做了饭 然后背着贝勒去山里 打算弄点野味打牙计 顺带看看天麻的长势 结果刚进山没多久 就看到圣非无头苍蝇一样乱转 他有些奇怪 怎么了 圣非连忙迎上来 神情紧张 那个小白脸不见了 然后圣暖才知道 原来圣非进山的时候 遇到了谢泽 然后谢泽就跟他一起进山了 过了没多久 谢泽说要吃烤山鸡 圣非骂他 让他自己去找 谢泽就去找了 然后大半天都没回来 圣非有些慌 现在还没入冬 狼应该不会到外围来吧 他会不会被狼吃了 他要是被狼吃了怎么办 是我叫他滚去自己找山鸡的 我也没想到他这么废物 圣非六胜无主 而这时 圣暖已经从客服那里知道 谢泽没什么事 就是掉进了一个塌陷的坑里 他白了眼圣非 好了 谁让你整天跟他混在一起 出事了也活该 圣非大叫冤枉 我压根不响里 那个小白脸 是他老跟我屁股后边 行了 圣暖背着被篓不紧不慢往前走去 客服说谢泽没事 他故意躺在坑底不动 也不出声呼救 怎么听都像个神经病 爱躺就多躺话 圣暖不紧不慢往前走 一路捡骏子和板栗 等靠近谢泽坠落的深坑了 才敷衍地喊了两声 谢泽 谢泽 坑底 谢泽忽然笑了 眼底涌出兴奋和好奇 他如果不出声 他能找到他吗 下一瞬 谢泽就看到深坑上出现了一颗脑袋 圣暖探头看下来 看到他 顿了顿 然后问 你是不是脑袋有毛病 不知道阴生的 谢泽 却是书弟笑开 他要被埋葬的时候 他能拉住他 现在他掉进大坑里 即便不出声 他也能找到他 真好 很快 圣飞找了条绳子绑在树上 把谢泽从坑底拉出来 一边拉一边咒骂 你他妈什么时候能放过我 我求你了成步 你能不能别跟着我了 谢泽干咳一声 抱歉 是我不小心 三人一路往回 圣飞一路骂骂咧咧 谢泽走在圣暖身边 眼角眉梢都是笑意 你又救了我一次 圣暖抬眼 然后呢 谢泽试探道 救命之恩 理当以身相许 圣暖大惊 你这是要以怨报德吗 谢泽沉默下去 悠悠看了他片刻 然后说 我把我白送给你都不行 圣暖连忙往远了走 别别 越是免费的东西 越是可能有坑 求放过 谢泽 三人走到河边大路上的时候 陪硕的军用越野 从旁边驶过 然后停在前边不远处 圣暖走过去笑咪咪 陪连长 出门啊 陪硕看了眼 不远处神情狐疑的圣飞 然后温生跟圣暖说 我去献了一趟 可能回来比较晚 我屋里 桌上放了巧克力 你自己去拿 圣暖笑嘻嘻 好啊 我回去先吃 回头给你尝尝甜不甜 他笑得小狐狸一般不怀好意 陪硕谋色微暗 深深看了他一眼 低声说 回头跟你清分 说完 驱车往前 圣暖笑咪咪 继续往前走 后边 谢泽看了眼 驶远的汽车 微微醋眉 若有所思 这天下午 圣暖去河里 拿下的渔网时 遇到了圣倩 时隔数日 圣倩终于出门了 他母亲安慰他 那件事没人知道 大家都以为 他骑自行车摔伤了 让他不要怕 可圣倩走出来 还是觉得全身都在颤抖 每遇到一个人 他就觉得 对方在看他 就觉得对方一定知道了 所有人都在偷偷议论他 笑话他 可他不能不出门 如果一直不出门 很快就会有人疑神疑鬼 然后胡乱嚼舌根 圣倩整个人游魂一样 面色苍白 姿态也微微缩缩的 然后他就看到了圣暖 看到圣暖的一瞬 他猛地一将 满心的怨毒铺天带地涌起 几步走到圣暖面前 死死看着他 是你 是你故意害我 对不对 圣倩咬牙切齿 他知道是圣暖 明明他是给成暖 那晚水里下了药 可到头来成暖没事 出事的却是他自己 屋子里就只有成暖 不是他 还能是谁 看到圣倩眼里刻骨的怨毒 圣暖眨眨眼 什么害你 细简你在说什么 下一瞬 圣暖捂着嘴睁大眼睛 细简 难道你出什么事了吗 发什么事了 你跟我说说 圣倩面色煞白 就是你 是你换了我们两个的水 对不对 成暖笑了 他靠近圣倩 轻声说 是啊 是我换了水 可是 那加了料的水是哪里来的呢 圣暖择了声 害人中害己 难道你还觉得 你冤枉了不成 圣倩抬手想打圣暖 却被圣暖一把推开 踉呛着摔倒在地上 圣倩咬牙切齿 满眼刻骨恨意 我不会放过你 我不会放过你的 圣暖笑咪咪弯腰蹲到圣倩面前 你说错了 是我不会放过你 你该不会以为 这就完了吧 圣暖笑开 轻声一字一顿 还有呢 你别着急 第二天下午 和之前一样 陪烁开车送圣暖 汽车停在那个熟悉的 林间小道上 陪烁扭头 你不是说 要让我尝尝甜不甜 圣暖笑了 没想到他就嘴炮调戏一下 这人还挺记仇 他眨眨眼 那你自己尝呗 话音未落 整个人就被陪烁一把 抱到驾驶座 放到他腿上 掐着腰就亲了过来 片刻后 陪烁动作停下 呼吸又重又急 圣暖择了声 坏笑道 裴连长 你要勒死我吗 陪烁手臂稍微松了松 将人按在怀里 陪烁眼底 还有未散进的红 他侯杰动了动 然后说 订婚吧 圣暖顿时一愣 有些猛了 这就要订婚了 然后就听到裴朔接着说 等你到年龄就结婚 圣暖挑眉 故意道 村子里那些姑娘都不用等哦 裴朔却毫不迟疑 不行 你还小 太小对身体不好 圣暖一愣 然后笑了 对身体不好 你想什么呢 嗯 裴连长 被他调笑 裴朔却只静静看着他 然后在他唇上清了下 以后不许胡来了 他说 我怕我会失控 天知道他刚刚用了多大的自制力 才没伸手碰他 圣暖坏笑 自制力呢 裴连长 裴朔按着他 又清了好一会儿 然后才哑声说 在你面前没有自制力 圣暖则舌 谁当初还凶我 说我什么 哦 顽劣不堪 嗯 裴朔唇脚翘了翘 现在还是一样 顽劣不堪 欠收拾 说完 他一把把圣暖抱起来 两手就给他放回副驾驶 圣暖吓了一跳 裴朔整理好衣服 勾着他又清了下 然后重新发车 这个周末有事 圣暖没有回家 周六 裴朔来 给他又送了一次东西 是罐头和糖 圣暖看了眼 失笑 你是不是自己的配额都给我了 裴朔摇头 这是托人买的 我们发的味道 估计你不喜欢 圣暖笑嘻嘻 裴连长真好 裴朔看着他 有些想轻 可车外人来人往 他只能伸手在他头上揉了吧 好了 我回去了 下周五来接你 圣暖下车 冲他笑眯眯白手 裴朔调转车头离开 等到第二个周五的时候 圣暖果然看到了熟悉的越野车 可走近后他才发现 车里不是裴朔 是住在他家的一个士兵 叫小郑 小郑咧嘴笑 圣暖同志 连长让我给二压送东西 然后烧你回去 在小郑看来 连长肯定是为了给二压送东西 烧成暖则是顺路 反正都要回去 烧个人顺便的事 可他不知道 正是因为裴朔走不开 没办法来自己接人 才寻了个由头 让他给二压送东西 然后顺便接圣暖回去 裴朔提了好几次 把他们两个的事公开 圣暖想了想 觉得也没什么大不了 他们就决定顺其自然 有人发现了就公开 不藏着掖着 但是也不好太高调 回到家里 看到村子股场聚集了不少人 圣暖才知道 村子里今天又要放电影 自从部队来驻扎后 基本上每个月都会放一次电影 他对那些老电影实在没兴趣 以前也基本没参与过 倒是家里其余三个人都很高兴 早早吃完饭后 拿了小板凳就去占位置了 还催他快点来 吃完饭闲着没事也不想看书 圣暖就去了打鼓场 他去的时候 打鼓场已经做了很多人了 前面是村民 后边是做的整整齐齐的部队战士 他从一旁往前面圣飞那边走去 旁边几个士兵扭头看过来 和他前后走着的几个姑娘 顿时脸红起来 互相推搓着快步走过 圣暖则是迎着人家的视线 笑呵呵 挥手跟住在他家的士兵打招呼 小郑 你们好呀 小郑几个人顿时刷得红了脸 客服就社交躁动正呗 裴硕也在人群里 旁边坐着从京城部队总部 回来的团部书记 两人正在说什么 看到那一小只堆堆 从部队旁边走过一路招摇的样子 裴硕微微眯眼 莫名觉得军装扣子有点紧 整整两个星期没抱他轻塌了 事实证明 圣暖还是看不进去老电影 电影播放了半个小时后 他实在坐不住 跟圣飞说了声 起身猫着腰走到旁边 然后往打鼓场外走去 裴硕的视线一直在圣暖身上 见他离开 不着痕迹挑眉 下一瞬 直接起身 书记问他 干嘛去 裴硕说 忽然想起来有点事 书记摆摆手 裴硕转身离开 圣暖走出去没多久 就听到身后脚步声 客服又获了声 宿主要被弱了 客服话音未落 圣暖身上一清 整个人直接被抱起来 抵到了旁边的墙后 裴硕不发一语 就清了过来 浓浓的荷尔蒙气息笼罩着 圣暖整个人都被抱了起来 他搂着裴硕脖子 任他亲 片刻后 裴硕才呼吸微重停下来 他没敢继续 把他扣在自己身上 因为他知道自己受不了 把人放下后 裴硕又低头亲了好久 总觉得好像怎么亲都亲不够一样 就在这时 圣暖听到客服弱弱开口 宿主 圣倩在那边 他看到你们了 圣倩 圣暖挑眉 淡淡择了声 就在圣暖